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李部長 請李部長,我們整個截止登記時間到十點鐘 部長你好 上個會期,我曾經針對內政部一方面監督紅十字會 一方面擔任紅十字會的理事的案子 跟您跟包括我們代表內政部去擔任紅十字會的這個曾中民次長 包括我們政務次長通通都討教過 那麼您也給我答應說 如果除非行政院有其他的意見不准曾中民次長辭職 否則的話曾次長就應該要辭職 包括我們這個政務次長也這樣跟我說 是 那麼你給我的答覆啊 這個內政部給我的函 我不曉得發出來之前您看過了沒 是,我們有跟院裡面做的報告 當然你們給我的答覆是說 這個角色不衝突 嗯 一方面內政部呢 作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監督紅十字會 一方面呢 派員去擔任紅十字會的理事 常務理事啊 角色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你們善盡監督之職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要跟您請教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質疑人團法的規定 所以李監市開會不能代理 對不對 是 那你給我的答覆你說 總會 就是紅十字總會啊 李監市成員 允於親自出席 以符合人團法的規定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個八個常務理事 你說是代表機關嘛 包括內政部 所以呢 這個是 法 法定代表的職責 基於職務委託關係 所為之代理出席啊 橫租法理 榮允例外許可 所以這是一個例外許可 也就是說 紅十字會 的當然李氏 政府指派的當然李氏 他自己本人 沒有出席 這個常務這個理事呢 是內政部常務次長曾中明 他並不是 內政部代表 如果他是內政部代表的話 今天內政部包括你部長區也可以 另外一個市長區也可以 或者我們社會司司長區也可以 只要代表內政部就可以了 好但是你們的說明是說 他反正 他代表嘛 他代表內政部嘛 那我要跟您請教 我跟您請教 這個是你給我的 李洪源部長給我的這個答覆啊 嗯 那非常 非這個政府的代表 就是非常 這個當然李氏 其他的李监氏 能不能代理 是不可以的 其他李氏 其他李氏是不能代理的 那 紅十字會 你們所監督的紅十字會 開李监氏會議 有沒有 非當然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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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派代表參加的 有沒有 有 回答我有沒有 你們都派員去啦 冠地上市 你們是中央主管機關嗎 是 有沒有嘛 你跟我說不可以 有沒有嘛 有 有 所以你跟我說 當然李氏是例外許可 可以派代表 那例外什麼啊 你們不是監督善盡監督之職嗎 我跟您請教 民國98年4月29號 十九屆第五次李氏會會議 許勝雄的代理叫江長富 許勝雄是我們部長嗎 是我們次長嗎 是不是 那他為什麼可以派代理啊 九十八年12月22號 十九屆第三次李监氏聯席會議 王啟文由王靖山代理 王啟文是誰 是我們政府代表嗎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他是誰啊 他派了個代理 九十九年四月八號 十九屆第六次李氏會 黃茂雄由張炯昌代理 黃茂雄是我們政府的代表嗎 是當然李氏嗎 是嗎 不是 十九屆第四次李监氏聯席會議 許勝雄由江長富代理 九十九年九月三十 王啟文由王靖山代理 每一次李氏會 都有非常這個當然李氏派代理啊 那你們在監督什麼啊 你告訴我說 你告訴我說 你們善盡監督之職 你們的代理你們的代表呢 這些會議 要嘛就是你們內政部以前林中生次長 要嘛就是現任曾中明次長 要嘛就是他們的代理人 都有參加 你們監督什麼 請你告訴我 紅十字會法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哪一條規定 所以李氏會開會可以派代理的 哪一條 你們給我答覆是說 他沒有規定不行 他沒有規定不行所以就可以嗎 哪一條規定 所以我可以派代理 他沒有規定的部分 你們 難道不用 不用受人團法的規範嗎 你們在監督什麼 回答我啊 回答啊 給我這樣的答覆 用你李洪元部長的名義發一個 郭委員給我說你們善盡監督之職 你們角色沒有衝突 你回答我呀 代理人能不能領車馬費 可以不可以 車馬費是給誰的 是給李氏還是給代理人 回答我 車馬費給出席的人 車馬費交通費是給出席的人 給出席的人 所以代理的人也可以領 那為什麼有的部會不領啊 那是他個人的意願 我們最標準是國防部了 我們國防部軍議局局長本人出席十次 十次都領了 這個了不得 教育部的次長出席了三次 三次都領了 派了兩次派代理人 代理人都沒領 各個單位標準都不一樣 衛生署署長本人 六次出席領了兩次車馬費 他派代理人出席了七次 他領了五次啊 他比他們署長還要喜歡領這個車馬費啊 那為什麼有時候領有時候不領我不知道 這是當事人的判斷吧 他有他自己決定 我跟您請教 你們曾宗明次長 他不只是理事而已 他是常務理事 他當然常務理事也代表內政部嗎 他是我們內政部的代表 當然代表內政部 他當然常務理事也代表內政部嗎 所以你們內政部是當然的常務理事嗎 是不是 回答我 常務理事是 選出來的 選出來的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紅十字會總會 第十九屆第五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討論案 推舉本會常務理事請討論案 本會常務理事內政部 林常務次長終身因為職務異動 他的當然理事就由曾宗明次長就接任了 這個行政院核定嗎 是 紅十字總會開會被查嘛 好 所依常務理事席次以本會章成第二十三條規定 應由全體理事互推啊 後來大家互推了 當然結果有可能是別人 對不對 那最後推了曾理事中明接任常務理事 他去開理事會他的身份是常務理事啊 他這個常務理事是推選出來的啊 他這個常務理事是推選出來的啊 你推選出來可以代理嗎 蛤 你說他理事的職務是政府派的 他這個常務理事是全體理事推選出來的耶 他要處理日常會晤耶 這樣也可以代理啊 這樣也可以代理啊 你們紅十字會會法的修正按什麼時候會送進來 我們現在在在行政院裡面審查當中 一百年12月21日 跟一百年在之前一次的這個理監事會議 陳昌文前任的會長都有報告 那時候我還沒進立法院啊 他講的是別人啊 他說因為少數立法委員的要求啊 所以被迫這個內政部啊一定要 這個要修法了 然後在一百年你們的這個曾宗明理事的代理 他也提到了這個這個這個案子 包括那時候洪會的監事會的召集人陳飛龍先生 也說洪會的角色特別啊 怎麼可以接受這個公益勸募僑立的監督 不用監督嗎 我給你請教現在日本331地震 洪會還有多少25億多還有多少錢沒有用 用了多少用了多少比例 到現在目前還有16億沒用 他們是照他的工程進度在撥款的 所以在他們的賬戶裡面還有16億 所以不受公益勸募僑立監督 他可以把這個募款時間拖長 他可以把行政費用比例提高 他的會長的任期可以不受限制 不受人團法限制 他的捐款的使用的期限不受公益勸募條例的限制 當然方便啊 然後你們派去的 包括你們主管監督的 從次長到社會司的 代表 在監督什麼啊 用你的名義這樣子給我答覆 你要不要怎麼跟我交代 我想我們可以要求我們 曾次長 以後一定親自參加 這是我們能做到的 其他就看院裡面 對於洪十字會 違法的部分 要不要調查 要不要追究 要不要給我一個報告 給本會一個報告 那不是叫做慣例 那叫違法 違法變成慣例 我已經在要求了 你還這樣監督 多久給我們一個報告 去年這個最高檢察署有來調資料 我們已經把資料都交給你們 多久給本會一個報告 我們會回去再檢討 然後再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謝謝 謝謝